元朗尚豪停低層一個單位 懷疑狗狗被獨留在家裡 日夜悲鳴 狗狗遠攤了在滿布污漬的露台 白色的毛已經變了黎黃色 鄰居黃先生跟我們報料 說由星期二晚上六點多開始 已經聽到樓下單位不斷傳來低鳴 於是通知管理處 並確定沒有人在家裡 他質疑有人約束 又擔心狗狗沒有東西吃 於是報警 警員在隔離單位查看之後 回覆說狗狗精神狀態沒有大礙 直到星期三凌晨1點多 狗狗仍然未回到室內 黃先生再次報警 警方和管理處溝通之後聯絡到狗主 狗主說現在在內地 當日會趕回家 已經下著雨 狗狗會濕深 你看到整隻狗是很多黑色的 是很骯髒的 這個主人告訴我們 牠不在香港 今早才會趕回家 但是昨天開始 狗狗已經怕著在那裡 六點鐘開始到現在 警方表示 星期二和星期三接獲兩次報案 確認狗狗沒有受傷 聯絡到屋主 並得知屋主離港幾天 先後列作投訴 噪音投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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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投訴處理